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在听课的过程中 是不是在说到关于观察自己的内心 观察这个心的本性 因为我也是刚开始学习 我就想知道这种观察这种方法 简单说 现在还有六分 那个观察的方法是具体怎么样的 尤其是对初学的这种 OK 谢谢少师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《抱怨经》 《抱怨经》里面讲 初学者心安住的叫机智 认识其本性叫圣观 《抱怨经》里面所讲的一样 我们作为初学者 首先是在一个寂静的地方 尽量的观自己的心 能安住下来 安住的时候 安住这个心的本体 你要去彻底认识它 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修行方法 好 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修行方法 好 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修行方法 好 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修行方法